中华聚棒总冠军赛第五战17号 在台中洲际棒球场落幕 中信兄弟彭正敏恰恰 在九局完成最后一个打席后 正式挥别球员身份 彭正敏球员生涯最后一战 兄弟队以3比2失败给LAMINGO桃源队 没能看见黄色蜂网彩带 他心中留下些许遗憾 当球员就不喜欢人家看你 人家拍包彩带 比较喜欢自己对上的彩带 但你就必须去接受这个事实 不想输就要打赢人家 不想输就要赢 彭正敏也感性激励后辈 要成为顶尖选手 就得学习把压力扛在身上 希望他们接下来能够 能够顶住这压力 尤其兄弟的球迷是非常多的 而且呐喊起来的声音是非常有震撼力 他们必须要去承受这样的震撼力 让球员跟球迷一起享受这个荣耀 彭正敏最后一个打席 将近两万名观众见证 球员生涯19年缔造的传奇与记录 他感谢球迷给予荣耀 长大社记者张新伟 谢静环台中报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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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